马路周央 来男子突然开门走出计程车 沿路摇摇晃晃 宛如七爷八爷绕境 撞了公车两次后 竟然用肉身挡在车前 这时一名乘客走上公车 目不转睛看傻了眼 怀疑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 来男子左手抵住公车挡风玻璃 右手放在身前低头不语 居然是打开裤头拉脸 当街小姐 车上人全部当场呆住 公车被挡在路中央 动弹不得 车内女学生面面相续 男乘客回头赶紧打电话报警 过没多久男子拉起拉链 回头离开 无视红灯号日 直接朝十字路口中央走过去 让左右两旁骑士也全都惊呆了 夸张行径就发生在 十一日上午上班时间 在台北济南路跟新生路口 原来男子醉到分不清东南西北 竟然把公车当作公侧 进程车司机 网友看到照片以为发生车祸 男子头撞破玻璃插了进去 一人Kuso说 难道是现代版的南轿深渊吗 还是再玩一二三木头人 或者是这名男子突然想跟公车 来场轰轰烈烈的人车恋 甚至想要对公车壁咚 究竟是喝了多少酒 才让男子做出如此离附行径 留下一点惊饿的乘客及司机 让大家哭笑不得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